我们开发超越波技术的目的在于带动高阶溢材产业在台湾深耕发展 高阶溢材产业电居于自通讯产业的软体、晶片以及系统技术 我国有非常强大的自通讯产业技术 包含晶片制造业、电脑工业以及资讯系统产业 但是在高阶溢材产业方面还是在起步阶段 藉由超越波技术研发计划的执行 将自通讯技术带入高阶溢材产业运用 可以建构我国溢材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促成产业转型、提升附加价值、创造台湾产业竞争力 这个技术有四项特点 一个特点是它是一个方便携带的装置 可以像手机跟平板电脑一样 可以任意携带做任何场合的操作与运用 第二个它可以侦测血流 它可以侦测血管中的血流的方向跟大小 以帮助医生做疾病的诊断 第三点这是一个无线连接的装置 显示装置跟操作探头 它可以做无线的连接跟操作 可以使这个架设非常的弹性 可以使这个操作非常的流畅 第四点这是一个简易入门的装置 因为我们使用跟手机一样的触控面板操作 使用者可以将手机平板的操作经验 移植到这个装置来使用 所以可以做非常简易的上手跟学习 这项技术主要的突破点在于 使用我们自主设计的晶片 来设计小型化低功耗高画质的 手持式超音波影像系统 我们只需要30瓦的功耗 平板电脑大小的尺寸装置 但是我们的画质可以达到高功耗 专业级超音波影像设备的 这样的成像功能跟画质 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其实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手持式的装置 往穿戴式的装置发展 比如说我们在诊所里面 打诊所用的这个血管定位剂 以及在家里居家招呼所用的连续式 血压的量测设备 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趋势就是 诊断型的设备会往治疗设备的发展 以往超音波是应用于 诊测这个疾病组织的影像 但是未来会用于做治疗的用途 比如说美容诊所所用的超音波的 去脂拉皮的设备 以及将来可以用于肿瘤治疗的 超音波肿瘤烧结设备 这些都是未来可能发展的新型技术 第二个趋势